来 咱们看一下这款机器 索尼WMGX3U2 初中的第一台随身听 是一个类似的机器 已经记不起型号了 那个时候我们叫放音盒 这台机器的设计非常经典 可称之为那个年代的代表制作 功能上也很丰富 录放 长短波 以及电视收音一应俱全 而且机器支持自动翻面 机身右侧 耳其插孔 录音插孔 音量调节 以及调频旋钮合力的分布于此 值得夸奖的是细节设计 音量调节旋钮在调整到最大时 旋钮上的锯齿就会消失 有效地保护了旋钮电位器 机身材质为复合塑料 音频输出开关 以及音效调节开关 被合理地分布于机身的背面 采用双五号电池供电 当然了 背面肯定也少不了 代表那个年代的腰管 走 跨上它 炸街去 关注齐来网顺 开启怀旧时光